近日,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 就中方地图标注钓鱼岛等发表不当言论 对此,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的地图将钓鱼岛标为中国领土 是理所当然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的地图将钓鱼岛标为中国领土 是理所当然的 中方不接受日方所谓的抗议 中方不接受日方的抗议